中国是应该说是全世界首个 到目前为止也是极少的国家 有这个绿色金贷统计的国家 我们不是没有绿色金融 我们已经有了绿色金融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比较小众 而且也就是在这个金融机构的接受程度上 也不是那么被广泛熟知 我们之前对绿色金贷的这种判定上 它的相对范围比较局限 原来其实实际上是绿色的 但是其实并没有被包括进去 所以未来可能这个数据 我们也会看到它的增长 因此我们绿色金贷 它始终是在占我们的金贷的比例中 大概在10%左右 那我们绿色债券 虽然说我们在全球绿色债券 我们都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而且规模也很大 发行数量尤其多 但是它在整个债券的这个占的比重 它实际上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是因为它其实很多的这些项目 它可能还没有被规定成绿色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随着这个标准的越来越明确 然后各个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政府以及监管部门 也在大力的这个推动 而且像这个大家也都会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方向 所以其实我认为现在金融机构 在这个方面意识转型上 已经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去转变了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过程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绿色金融会有时候叫好不叫做 因为它还面临到一些问题 就是有一些绿色项目的这个投资 它可能它周期比较长 它的这个风险成本高 因为这里头还涉及到技术的问题 当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 它的投资这个风险和成本都会比较高 所以这使得投资者在没有一个很灵活的 这个风险分担的机制的前提之下 投资者他肯定是望而却步的 因为他们要考虑到他们的资金安全 和投资回报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绿色金融发展中 遇到的实际的问题 因此我想我们所要考虑的就是说 怎么样去运用好公共资金 去撬动社会资本 在这里头就是发挥一些作用 然后能够基地到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进来